大家好 今天是9月15日 星期三 市一步一步向下调 其实现在的形态 是真的稍为偏远的 因为9月份 直到这一分钟 还是一个先高后低 直到这一刻来说 指数暂时来说是由8日的高位26,560 跌到15日 3点左右的低位 24,994 等同今个月的波幅已经跌了1566点 但更关键是什么 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 不应该在六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即是后续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向下均低位 技术上来说 现在要看的支持 就要退守到7月24的低位 和8月20的低位 分别是24,748和24,581 这是技术上的小相抵 由于很多股份都是 转转反复大远 连带今日 博彩股都出现一个 急跌 令到市场的气氛 进一步慢着 还有 恒大的事件到底 怎样会发展到怎样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面对种种不明的情况 大家都是保守一点点 尽量保留现金 只是看看的指数已经知道 因为 记录上来说 整个市现在是走在 所有的平均移动线之下 形态 是典型的反复 肉是底 所以 尽量保留现金 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来